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香茅切断拍扁 小红葱 大红葱和大蒜切成片 备用 马铃薯切成块 备用 100克式咖喱和8汤匙肉类咖喱粉混合 加点清水稍微搅拌一下 再加入1汤匙黄姜粉和少许清水 搅拌均匀 在锅中导入石油 待石油烧热后把马铃薯块下锅炸炸一下 这样在煮加利基时马铃薯不容易被煮烂 把马铃薯块边边炸至金黄色后 捞起备用 把炸过马铃薯的石油取出 再加入少许石油 把切片的小红葱和大蒜下锅爆香 再加入刚才调制的咖喱酱料下锅翻炒 加入香茅翻炒至石油完全被吸收后 加入少许清水 少许咖喱叶 继续翻炒大约30秒后 再把鸡肉块放入锅中继续翻炒 接着放入大红葱片 1茶匙食盐和1茶匙白糖翻炒 再加入清水淹没鸡肉 最后放入马铃薯块 把鸡肉和马铃薯块煮至全熟后即可取出 今天这部影片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 别忘了点赞和分享 还有订阅我们的频道和打开小铃铛哦 我们下期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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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来到这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